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超級小的攝影滑軌 而且是電動的攝影滑軌 那就是我們的 就是這一個 YC Onion 的 Chocolate SE 電動滑軌 那我們就直接來快速開箱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優缺點 還有我的使用心得 OK 所以盒子裡面有一本說明書 還有一張溫馨提示 然後有一個質感還蠻特別的 YC Onion 的漱口袋 那盒子裡面還有附一條 USB Type A 轉DC的接頭 OK 這個就是我們的 YC Onion Chocolate SE Slider OK 那我們使用這個 Chocolate SE Slider 一陣子之後 那我們就來好好跟大家分享 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外觀大家可以看到的東西 第一個我拿到手上 覺得還蠻厲害的就是 金屬機身 那它除了這個控制盒上面 這裡是塑膠以外 其他真的全部都是金屬的 所以 真材實料 然後這個滑軌 上面只有一個八分之三 它沒有四分之一 那它就是專門給你放雲台使用的 那你可以放小小的雲台 或者是比較大的雲台 那雲台大小 真的就是看你的使用需求 還有你的相機總量 所以你如果放一個小小的小相機 我覺得小雲台其實還蠻方便的 因為大雲台在使用的時候 你這些突出來的把手 很容易 就是你需要注意一下 會不會卡到這一個控制盒 突出來這一邊 就是你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我剛剛就是 夠圖夠了太開心 然後它就一直往旁邊 然後就直接撞到我的控制盒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就要特別小心一下 這上面還有一個小小的水平 就是看你的表面有沒有水平 就是避免你的相機會越來越低 或者是越來越高之類的 但是這一台小小的滑軌 它可以承重 就是如果是垂直的話 它也可以承重兩公斤 所以如果你稍微清洗一點點 也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那這個Chocolate SE的電動滑軌 它供電是使用一顆 Sony的MPF550或570 就是五系列的電池 然後呢如果你想要用DC 就是USB Type-C 然後轉DC的 用行動電源供電的話 然後我已經問過了 就是你一定要把電池插在裡面 你才能使用你的行動電源來供電 你不能把電池抽出來 單獨使用行動電源來供電 就是電池一定要永遠在裡面 那這個行動電源DC這個插孔 就是延長你的電池壽命而已 但是你一定要把電池插進去 你才能使用 然後這個供電旁邊有一個快門線 就是你可以連接一條快門線到你的相機 你在縮時攝影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滑軌 來觸發你的相機快門 那我們整個滑軌下面有四個防滑電 那這四個防滑電呢 如果你放在一個 比較不平穩的桌子上 像是我現在這個桌子 它可能就會稍微有點晃動 那我解決方法就是 你下面墊一個東西 像是隨便拿一個 這樣子 就不會有那種 悄悄板的現象 那最下面這裡還有一個3分之3 跟四個1分之1的螺牙 可以讓你鎖任何東西 像是你要鎖到腳架上面啊 或者是你想要鎖在快拆板 然後裝到另外一個 可能是油壓雲台上面都可以 那這個Chocolate SE它是一個純電動的滑軌 你不能手動去推這個電動馬達 不然它的電動馬達會壞掉 它不像是那個熱狗滑軌一樣 你可以把那個皮帶拆掉 就可以變手動滑軌 這個是純電動滑軌 OK那我們就稍微分享一下 我們Chocolate SE的操作介面 那我們雲台相機裝上來之後 我們就長按開機鍵 接著我們就來設定我們的A點B點 那我們不一定每一次A點B點都要從頭到尾 有的時候我們只需要一點點的行程 可能中間到這裡一點點就好 那我們就設定從中間多一點點 然後我們確定好A點之後 我們就按功能按鍵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設定B點的位置 那我覺得這裡OK 那我們再設定按鍵按兩下 我們就設定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自由的從A點 然後到B點 那如果想要讓它一直來回來回LOOP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長按我們的功能按鍵三秒鐘 我們就成為一個LOOP的模式 那我們隨時想要停止的話 我們就可以按電源鍵 它就會暫停 那我們再按一下電源鍵 它就會又繼續來回 那我們的功能鍵呢 我們可以再按一下 就可以來變成中等的速度 那再按一下我們可以變成超級慢的速度 再按一下我們就回到最快的速度 就這樣子 非常簡單的操作 那有時候我覺得滑軌放在桌上 可能高度不夠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加到一個小腳架上面 這樣子 更加靈活的調整我們的整體的高度 那我覺得這樣子 也讓整個滑軌更穩固一些 這個迷你的滑軌我覺得其實還蠻厲害 它的垂直承重 也可以撐起整台的單眼相機 加上一個有點笨重的鏡頭 這都完全沒有問題 那這個滑軌在操作的時候 聲音其實還蠻明顯的 你們自己聽聽看 就你滑軌在使用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離麥克風遠一點點 或者是你可以到手機APP 操作不同的速度 那手機APP的速度 不止這三段速度 這控制盒上面的三段速度 都還是會有噪音 但是你的手機APP 你可以再把它調慢一點點 可能到50%以下 變得非常非常緩慢 那噪音也會降低了許多 那接下來我們就稍微講一下 它手機APP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它整個手機APP 才能發揮它整個滑軌最大的功用 這上面操作就有點像是基本 那手機APP就是把它 充到100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把滑軌打開 我們就可以直接來我們的手機 挑選一下我們的藍牙 我們很快就連接到我們的滑軌上面 那很神奇的是在手機APP上面 如果設定AB線位的話 它的速度會比你這裡按還要快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看 這是用手機的速度 那如果我們用這裡按鍵的速度 就慢了一些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你如果用手機設定AB線位的話 你可以省下還蠻多時間的 OK 那設定好之後 你就可以來挑選你想要在 我們這個操作介面上面的影片模式 就是你如果要錄影片的話 你就挑選影片模式 那在手機APP還有另外一個選項 就是縮時攝影模式 就是你可能要拍照拍照拍照 然後隔了一個小時之後 你再把那個影片縮減成一個 可能幾秒鐘的影片 那我們先進來影片模式 那我們影片模式上面有一個叫做Auto Round 它就是一個Loop的模式 就是它會一直從AB點AB點 一直來回一直來回 直到你按停止為止 那中間有一個叫做Real Time Location 那我覺得還蠻讚的 就是它可以告訴你說 你的滑軌正在哪一個地方 所以你如果滑軌在一個比較遙遠 或是你看不到的地方 你可以在手機就知道 欸它現在到哪一個狀況 還蠻酷的啦 而且就有一個小動畫告訴你 接下來下面有一個速度調整 那我們如果從100% 直接降到65左右 這個滑軌就會變成一個 超級慢的速度 你自己看 超慢 超級無敵慢 而且現在是65%欸 那你把它調到10%的話 它就是又更慢又更慢 就是一個 看起來幾乎沒有再痛的狀態 我也不知道它為什麼會設計成這個速度 因為它這個速度 根本不是線性的 就變成你的50不是100的一半 就很神奇 所以你大概在65%的速度 它就已經變超級無敵慢了 所以你大概只有65%到100%這中間的選擇 可以讓你拍攝影片 你在慢你就變成有點像是縮時攝影影片的部分 接下來下面就有三個控制就是暫停跟開始 然後你想要讓它去A點到B點 還是B點到A點就可以讓你任意選擇 那接下來下面這個我覺得還蠻酷的 就是它可以告訴你說 你在幾分幾秒的時候 傳輸什麼的指令給這個滑軌 那它完全都會記錄在下面 那我們整個滑軌的距離設定好 然後我們速度調整好 我們在APP上面可以看到很清楚的 我們剩餘的時間 所以你就可以很清楚調整到 你需要從頭到尾可能 我從頭到尾想要一分鐘 那我們就可以快速找到 欸一分鐘的速度到底是什麼 那如果從頭到尾我們只想要10秒鐘 那我們就可以快速調整說 欸我們從頭到尾10秒鐘的速度是多少 這其實還蠻方便的 就我們可以好好的估算說 我們到底要多少時間 我們就可以快速挑選到我們要的速度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到縮時攝影的部分 那我覺得它的手機APP 它縮時攝影的這個功能 它讓你減少許多需要計算的部分 就你可以設定說 我現在要每秒60格的影片 然後我們想要這每秒60格的影片 持續多久 可能是5秒鐘吧 它就是最低就是5秒鐘 像是我們幾秒拍張啊 我們可以設定可能是5秒鐘 然後我們的中間緩衝時間 可能是1秒鐘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直接按開始 就像這樣子 它就會慢慢的一格一格慢慢移動 那你當然如果有快門線的話 你直接接相機會比較好 因為你如果相機自己 就是可能縮時攝影模式 然後你滑軌自己也有一個縮時攝影模式 那它可能兩個時間沒有對上的話 你拍照的時候它可能是剛好在移動瞬間 所以就如果有快門線當然是接著會比較好 那如果沒有就是看運氣囉 那縮時攝影也是一樣 它也會顯示你剛剛設定的A點到B點 然後還有你所有的設定 到底這整個完成需要多久的時間 因為你縮時攝影如果你沒有這個計算機的話 你就要自己去計算 其實還蠻麻煩的 你就可能計算錯誤的話 你可能吃完一個飯 然後結果它才跑到一半之類的 就會有這種問題 但是你這個有計算 它告訴你現在需要23分43秒就可以完成 那你可能就剛好 你可以吃完一頓飯 然後它就縮時攝影 剛好拍完 就非常方便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分享一下 我們用這個Chocolate SE拍攝的一些影片素材 那我覺得很好用的就是 我們可以拍攝微距的部分 就是你如果很靠近很精密的動作 那你手可能沒有辦法手持半道的事情 你這個滑軌都可以輕鬆半道 那你也不會像是比較大的熱狗滑軌 你如果要放在桌上可能就會稍微有點太長了 那這個大小我覺得如果你要拍攝你在桌上 你可能要開箱什麼或者是你手上可以拿到這種大小的東西 你用這個滑軌真的是可以增加多非常非常多的分數 你就可以很輕鬆做出像是Dolly In Dolly Out 或是左右橫移左右的Track 或是你滑軌放斜的然後你固定對焦點的話 你也可以讓它有那種焦點轉移的感覺 就還蠻多用法的 那你也可以讓它放斜的讓它有攀升的感覺 然後你可以把它放到你的三腳架上面 讓它有一點俯視的感覺 然後你甚至還可以把整個滑軌放成直的 讓它好像在爬山的感覺 讓觀眾看到越來越多東西的感覺 所以這整個操作都非常非常簡單 而且大部分操作你都可以在這個控制盒上直接解決 不需要掏出手機 如果你想要快速就直接使用的話 操作其實還蠻方便的 那它的手機APP就是真的你需要一個非常非常緩慢的速度 或者是你需要縮時攝影的話 你就可以進到你的手機APP 但是你大部分東西真的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東西 你都可以在沒有手機的狀況下執行 那拍攝比較微距的東西 你鏡頭幾乎都已經快要碰到你的拍攝物的時候 用這種滑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因為它是非常非常精密的往前 所以你定在A點它不會超過A點 它就不會去衝撞到你的拍攝物體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優點 如果你手持然後你鏡頭拿那麼近 你一定會不小心就給它摳到鏡頭 你的鏡片就會直接刮傷之類的 如果你對這個滑軌有任何的問題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我會健康的回答 因為這個是廠商直接給我的 那我會健康的回答你任何問題 那如果我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我會幫你問廠商 然後幫你回答問題 反正你有問題就留言 我會健康的幫你解決 那這就是我們的 YCOnionChocolateSE的開箱分享影片 當然請問這個影片 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